我帶來了蘋果 聞起來好香喔 一定很好吃 我要開動了 習慣哥哥等一下 等一下流果 你怎麼突然那麼大聲 嚇死我了 沒有啦 因為我突然間想要吃蘋果 剛好你在吃 不知道這顆蘋果可不可以給我 不好吧 我現在想吃蘋果耶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用這個種子 來跟你畫你的蘋果 不要吧 我不想要那個種子耶 我只想吃我的蘋果 等一下啦 西瓜哥哥 你想想看嘛 如果你用蘋果 來跟我換這個種子 你把種子拿回家去種 到時候 種子就會變成大大的蘋果樹 你就會有很多的蘋果可以吃喔 個性很像喔 今天的天氣真好耶 肚子好餓喔 都沒有東西可以吃 那邊那個圓圓的東西是什麼啊 吃桃子的果殼喔 又不能吃 而且種到土裡 要等多久才吃得到啊 完了啦 我要餓死餓 兔子大姐 你抱的蛋糕看起來好重喔 你要不要先放下來休息一下 唉 也好啊 我的手正三呢 你這樣子一定不太好走路 而且我跟你說喔 前面的路啊很不平耶 萬一跌倒了 你的紅蘿蔔蛋糕就不能吃了喔 唉呦 那怎麼辦呢 不然這樣吧 我用我這顆果殼跟你交換 果殼 我又不能給我的小兔子吃果殼 你們要小看它 只要你把果殼種到土裡 過一陣子 就會長出很多美味的桃子喔 這樣子 以後你們一家就不用擔心沒有東西吃啦 唉 真的嗎 如果長出很多又甜又多汁的桃子 那我就不用再辛苦的出來找食物咧 沒錯 我啊 可是很樂意跟朋友分享的人喔 那我們交換吧 小明猴 謝謝你喔 不會啦 真好騙耶 這樣就把蛋糕片到手了 大兔子拿到了種子 開開心心地回家了 一回到家 小兔子們看到大兔子手中的種子 都非常疑惑 可是大兔子跟他們解釋了之後 小兔子也相當開心地 將種子種到土壤裡 每天期待著桃子樹快快長大 過了一陣子 桃子樹終於開花結果 長出滿樹飽滿又鮮嫩欲滴的大桃子 哇 好棒喔 我們終於可以吃到桃子了耶 對耶 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 這麼多的桃子 我們可以拿來做桃子派跟桃子蛋糕 真的是太棒了 可惜我們都不會爬樹 怎麼摘桃子啊 正當大家傷腦筋的時候 小迷猴出現了 哎 你們為什麼這樣抽眉苦臉的 你看 我們皺出來又香又漂亮的桃子了 那很棒啊 可是我們不會爬樹啊 看著這些桃子又摘不到 肚子越來越餓了 爬樹 哎呀簡單啦 交給我就好了 好啊 兔子大姐 你還真的很會種桃子耶 這桃子啊 真的是又香又甜又多汁 吃 小迷猴哥哥 你不是要幫我們摘桃子嗎 怎麼自己就這樣吃起來了 給我們幾顆吧 拜託啦 我好餓喔 哎 對啊 你不要自己吃啦 先給我們幾顆好不好 好啊好啊 沒問題 那你們接好囉 小迷猴 惡罪劇的拿著吃完的果盒往下丟 兔子們沒吃到桃子 反而被果盒砸得傷得猛壘 卻拿小迷猴沒辦法 只能眼睛睛地看小迷猴 吃他們辛辛苦苦種的桃子 好 這隻小迷猴真的是太可惡了 不但騙了兔子的蛋糕 竟然還不守信用 對啊 他原本答應要去幫忙採桃子 最後不但沒有幫到忙 還把人家的東西給吃掉了 真是氣死人了啦 吃了桃子就算了 他竟然還拿果盒丟它們耶 好可惡喔 到底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小迷猴不要這麼玩 好像沒辦法耶 雖然兔子一家拿它沒轍 不過愛惡作劇的小迷猴 最後還是害到自己囉 再來一顆 真是人間美味啊 我丟 我再丟 實在是太好吃了 來…我每天都要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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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啦 我丟到蜂窩了 怎麼辦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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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一家雖然很切小迷猴 但還是心軟地趕緊將門打開 讓小迷猴進來有病 好痛喔 好痛喔 兔子大姐 謝謝你們喔 其實啊 我本來想要懲罰你 讓你在外面被蜜蜂叮 可是小兔子們看你可憐 一直幫你求情 所以才讓你進來的喔 我…我… 如果你想吃桃子 我們一定會跟你分享的 可是我們餓著肚子 看著你吃我們辛苦種出來的桃子 真的很生氣耶 你實在是太自私了 都沒有想過我們的感受 對不起 我錯了 還好你們願意救我 不然 我應該會被蜜蜂給釘死吧 對啊 你真的很過分 各位 對不起啦 我應該幫你們摘桃子 也不應該亂丟果核的 好啦好啦 看在你這麼有誠意悔改的份上 我們就原諒你了喔 可是以後 你要幫我們把桃子摘下來喔 好好好 沒問題 這個是我應該做的 重新認錯的小霓虹 經過了這次的教訓之後 終於不再惡作劇了 於是她和兔子一家分工合作 將桃子給採收下來 一起開心地享用桃子大餐 真是最有應得 不過小蜜蜂好像也太慘了吧 既然被蜜蜂叮得滿頭包 還好啊 兔子一家還是原諒了小蜜蜂 要不然小蜜蜂可能會完蛋喔 對了 蜜蜂姐姐 我想這個蘋果還是給你吃好了 怎麼這麼好 那你蘋果給我 你吃什麼啊 因為我 還有一顆啊 那我的種子 你要不要還是拿回去種呢 為什麼 因為西瓜哥哥你是一個很信心的人 如果是由你來種蘋果樹的話 一定會擠滿很多很多的蘋果 到時候你再請我吃喔 給你吃蘋果 還要幫你種蘋果 你會不會太過分一點啊 交給你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等一下 要種這個蘋果樹應該很大的地方吧 我家要不夠大 也不能裝在公園裡吧 今天要吃什麼可味的披薩咧 要吃滷蛋肉鬆披薩 還是這個 紅豆麻糬起司披薩 還是 整個棉花糖披薩 都好想吃喔 哈囉 哈囉 茶妹姐姐 你在做什麼 我在看傳單啊 我們家附近社區 開了一間新的披薩店啊 披薩店 難不成你是說那家 超好吃披薩店 我跟你說 那家店的披薩真的超級無敵好吃的 料多又實在 我每次回家經過 你聞到那個香味 我也都好想買來吃喔 可是那個熱量太高了 我不能吃 你不知道嗎 他們的披薩是有專門 替客人特別訂做的 當然只有你想要吃的 低熱量的披薩喔 真的嗎 那他們怎麼這麼厲害啊 因為啊 大大和小小 兩個是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他們兩個都很喜歡吃披薩 為了要一起喝開披薩店 大大跑去學習烘烤 以及爐子的做法 小小不斷嘗試食材 開發新口味的披薩 今天他們的披薩店 終於開張了 來喲 來喲 宇宙超級好吃的大披薩來喲 烤得又香又脆 欸 從來沒有吃過的新口味 哦 好吃免錢喔 有QQ棉花糖披薩 滷蛋熱鬆披薩 紅豆起司馬屬披薩 欸 來喲 我們還可以做你喜歡的披薩喔 快來喲 肚子好餓喔 我要吃QQ棉花糖披薩 哎呀 好香啊 我想吃又香又軟的披薩 好囉 又香又好吃的披薩好囉 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美味的低熱量披薩 以後呢 我就每天來吃這個披薩就好了 哇 太棒了 減肥萬歲啊 萬歲 太好了 哇 沒想到烤的棉花糖這麼好吃欸 裡面還包了我最喜歡的巧克力 哇 哎呀 從來沒想過 我的牙齒也能吃披薩 而且 鹵蛋配上肉鬆 簡直是絕配 每個吃過的人都愛上了他們的披薩 所以生意非常好 天天都很忙碌 相比之下 原本在東邊的香噴噴好好吃披薩 卻都沒有人去吃 而阿湘與阿豪兩人店內空無一人 一個在打蒼蠅 另一個在等客人 等著都睡著了 那個超級好吃大披薩 到底有什麼魅力啊 呃 對呀 每天都這麼多人買來吃 奇怪了 不然我們去跟他拜師學藝 怎麼樣 他們會教我們嗎 不知道欸 去問問看好了 欸 大大啊 我問你啊 烤披薩到底有什麼訣竅啊 哦 這很簡單啊 就是爐火的溫度啊 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而且還要用好的木炭 這樣烤出來的披薩才會有香味哦 嗯 我都是用新鮮品質好的材料 再加一點香料 這樣就完成啦 啊 真的嗎 沒有什麼獨門配方 嗯 啊 有啦 就是要用心 還有就是每個披薩 都是要自己喜歡吃的 這樣才能拿出來賣 來來來 這兩片啊 是剛烤好的披薩 給你們吃 嗯 怎麼樣 你們覺得怎麼樣啊 沒想到肉鬆跟蛋配在一起 這麼好吃啊 哦 那我們知道了 那我們知道了 好啊好啊 你們要加油哦 兩個人開心地回去之後 開始學大大與小小 研發不同口味的披薩 以前我的麵團都太厚了 我想直接用麵粉跟水 和一和再擀薄一點 也不用發酵 這麼一來 既可以節省時間 麵粉又可以用少一點 哈哈 實在是完美 既然他們有棉花糖披薩 那我就來研發水果糖披薩好了 用昨天吃剩的水果 加上糖果 拍成愛心的圖樣 好 完成咧 什麼味道啊 好臭哦 都烤焦了 而且還拿不出來 黏在爐子上 我看我看 完蛋了啦 上面都是水果都軟掉了 冰坯也變成黑炭了啦 都是你啦 沒有看好爐火 是你吧 餅皮弄得這麼薄 再小的火也會烤焦啊 不管了啦 總之 這樣也沒有辦法賣啊 好啦 那我們再試試看好了 阿湘跟阿豪他們兩個老闆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成功啊 我跟你說 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大大 還有小小的建議 不了解食物的特性 沒有耐心就亂作一通 還有最重要一點 就是他們很愛偷懶 當然做不錯好披薩囉 嗯 那那訣竅是什麼啊 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學會咧 喔 你剛剛啊 都沒有用心看 兩個人為了節省時間 與貪圖方便 偷工減量之下 做出滿屋子失敗的披薩 卻都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最後 卻有了陷害大大和小小的念頭 欸 阿湘啊 既然我們烤不出好吃的披薩 我們乾脆去弄壞他們的養好了 如果烤不出好吃的披薩 就不會有人來買啦 這主意就是太棒了 那麼 就今天晚上吧 你快去準備工具 好 那我們晚上煙囪見囉 啊 阿浩 我來攪拌水泥 你是要去填煙蔥吧 為什麼是我 我 我有居高證啊 不敢爬樓梯啦 我也是啊 不管啦 水泥是我帶來的 我來攪拌水泥 你要勇敢一點啦 你就想一想 明天他們說考不出 好吃的披薩 你已經辦得到啦 你已經辦得到啦 那我來試試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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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加油加油啦 佳琦不知道啦 真的 真的很可怕 你怎麼那麼沒用啊 快一點啦 水泥都要乾了 天啊 結果 阿翔整個人壓在阿浩身上 兩個人同時都撞昏了 並且還把水泥弄翻在自己的身上 你看看這兩個人怎麼搞的 這兩個人到底是誰啊 拉開他們的面罩就知道啦 是阿翔 阿浩 你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啊 你們是來這裡偷披薩對不對 太可惡啦 自己做的不好吃 還要破壞別人的店 我們大家合理把他們兩個送到警察去去吧 等等等等 大家別激動啊 你們真的是來破壞我們的煙囪嗎 我 我們 哎呀 也許你們可以破壞我們的店 騙走我們的客人 但是你們永遠學不會一件事 就是用心 只要你們認真研究披薩 一定會成功的 也一定會得到別人的肯定哦 希望你們兩個回去能夠用心的做披薩 再用好吃的披薩把顧客迎回去 沒錯 不要再來搗蛋了 謝謝你們 我們知道錯了 從此之後 阿翔和阿好每天勤奮地向大大與小小 學習披薩口味的調配與烘烤技巧 而大大和小小則繼續用心地研發好吃披薩 給更多的客人 所以要做好吃披薩的訣竅就是用心了 其實做任何事情當然要用心 要不然做事註定會失敗 那草莓姐姐 既然妳現在已經學會如何做披薩了 什麼時候做一個給我吃啊 好啊…沒問題 不過我要先去義大利一趟 妳該不會是要去偷懶去玩的吧 才不是咧 披薩是義大利的食物 所以在義大利才能學到最道地的披薩 妳幻想完了沒啊 妳去義大利的機票前怎麼來 然後妳要住哪裡 還有妳要跟誰學做披薩啊 沒關係啦 先到義大利再說 這何間都可以的 要先去義大利 謝謝 我還記得